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文天好书 赏好书之美 享乐读之乐 赏好书之美 夏日好书赏 央视读书栏目 和您赏好书之美 享乐读之乐 文学好书 清凉以下 欢迎来到读书 今天我们一起分享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十大好书 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四川文艺出版社的副总编辑宋岳女士 来和我们一起分享他们的十大好书 欢迎您 你好 李坦老师 观众朋友们好 我们看了十本好书 基本都是和文学相关的 那文学方面的书 我们首先要说哪一本 这一本吧 《粘队》 《粘队》 我估计您就想先说这一本 作者是阿莱 是咱们四川的作家 大家对他最熟悉的可能就是他的尘埃落定 因为改变成了影视作品 那么《粘队》呢 是他应该是前年的出的新书是吗 是的 我首先想问您一点 就是这个《粘队》是什么意思 它其实是四川的一个地名在甘兹州 它现在的名字叫新隆县 但是它古时候的名字叫《粘队》 《粘队》在仗语里面的意思就是铁疙瘩 所以我们这本书就是围绕这样一个铁疙瘩来展开的 书里面写的是一个200年的康巴传奇 所以它其实是从1730年 差不多到1950年这个时间段 当时的清政府不断地对这个战队发动了多次的征讨 后来的西部的军阀 国民政府 包括当时西藏的军队 甚至还有英国的势力 曾经介入到这个战队的政治局势里面 200年时间不断地征讨 但是没有把这个铁疙瘩融化掉 一直到解放以后 我们共产党的军队过去 还把这个战队融化了 所以现在它是新隆县 所以事实上阿莱写这么一个故事 是为我们爬树出了一段被人遗忘的历史 是的 我跟他聊天的时候 他告诉我这本书呢 其实是他在写《格萨尔王》的时候 偶然发现的 是的 阿莱为了写这本书 花了五年的时间 十几次进入战队这个地方 并且查阅了上百万字的资料 另外就是我们这一版呢 它还有非常精美的图片 非常珍贵的历史图片 这其实是照片 对 当时的就是到藏区的一些 三十年代的 外国的探险家 他们拍摄的当时的藏民的照片 我们可以看一看 确实是非常珍贵 虽然写的是历史 但是呢 其实我们今天可以看到 我们治理藏区的一些 可以借鉴的经验 好的 分享完阿莱的战队 那咱们接着要读的是 《李金发诗全编》 对吗 对 《李金发诗全编》 这可能是到目前为止 唯一的一本 就是《李金发的所有的十个的一全集》 是的 《李金发》这个名字 为什么要念发 而不是念《李金发》 这个有一个小故事可以分享的 大概就刚好是在一百年前 1922年的时候 李金发他在巴黎 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年轻人 他说 他自己说的 他经常做梦 梦见一个金发白衣的女子 带着她在天上飞 他觉得那个就是西方的诗神 谬思 所以他就把自己的笔名叫做李金发 有诗神的庇护 所以他成了一个了不起的诗人 是的 李金发是咱们中国象征派诗歌的开创者 所以把他的诗全部汇聚起来 做这么一个全编的话 其实也有一个历史的价值 是的 档案性的一个价值 如果喜欢诗歌的朋友的话 可以来读一读 除了李金发诗全编 咱们接着要分享哪一本书啊 这个 《我的父亲王不死》 为什么要分享这样的一本小说 我觉得这本书呢 我们要从他的作者开始讲起 这本书的作者叫阿威木伊罗 是一位遗族的女作家 她的经历非常的独特 在她16岁的时候 就辍学从梁山州出来打工 去了成都 然后到了浙江 后来到了广东的东莞 她在东莞呢 待了七年的时间 一直读卡夫卡 胡安努尔福的作品 所以她的作品呢 可以看出一些现代派小说的特质 而且呢 她是一个叫做 魔幻现实主义的一部小说 我们这一本书呢 她除了《我的父亲王不死》以外 还收录了其他的五篇中篇小说 《我的父亲王不死》 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 这里面呢 就是有两位主角 一个是她的父亲叫王不死 这个男主角呢 叫王小命 两个人的名字都比较特别 他们其实是一对流浪汉 但是呢 他们在山区各种流浪 然后生活在别人的屋檐下 这样子的一个人生经历 慢慢地展开了 整个的一个既现实 又魔幻的一个世界的 这样一个场景 好 接下来我们再读哪一套书 其实我一看一眼就看到 明望与光荣 这一套书是被称为 二十世纪这个波兰的 波兰文学 文学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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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诱与李伟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有意思就是他还骑了驴 有徒步坐船 到了曼德勒 仰光 曼谷 这些东南亚知名的 我们现在叫景点 当时还不算是景点 我觉得他也算是 走了一段探险家的路程 可以看到毛母的旅行 以及他的眼中 东南亚当时的这个风土人情 是的 好 那么剩下的 还有一些特别棒的书 我们看看书单 那咱们就明天 再接着跟大家分享 书单上的其他五本好书 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订阅